昨天說到司徒忠平的那群人走了, 那群人走了之後,馬上就靜了。 沈碧君拿起酒杯,尤其是放下, 他小笑說, 我今天喝了點酒, 連城碧君也小笑說, 我也喝了點, 天寒電燈,喝點酒的人會暖一點。 你有沒有喝醉過? 只有酒量好的人才會喝醉, 我想醉也很難。 唉,沒錯,一對解千手, 只可惜,不是每個人都有呼吸,喝得醉。 但是你如果想喝, 我還可以陪你喝兩杯。 我對方,無論我要做什麼, 你一定會盡量想法之力陪我。 連城碧君慢慢跟我喝酒, 看在沈碧君的面前說, 唉, 你可惜,我陪你的時間太少了。 否則, 就不會發生這些事了。 你知不知道, 這兩個月後,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我, 我知道大概, 還沒有太清楚。 你為什麼不問他? 你說了很多。 但是你為什麼不想問問, 我怎麼會遇到三十一郎? 為什麼不問我為什麼每天見到他? 沈碧君突然覺得很激動。 連城碧君, 一直溫柔地看著他, 說, 因為, 我新任你。 短短六個字, 似乎包含了。 沈碧君整個人都拒了, 無限溫柔, 無限情意。 一剎那之間, 突然湧上沈碧君的心頭, 他的心幾乎沒有辦法容納得下這麼多東西。 他一聲一聲, 喝了一杯酒。 突然, 他在桌上, 慢慢哭。 連城碧君, 如果追問他, 甚至是罵他, 他的心的反而會覺得很瘦些。 因為, 他實在, 沒有做出任何對不起連城碧君的事。 但是連城碧君對他, 還這麼溫柔, 這麼信任, 處處關心他, 處處為他著想, 怕死會傷害他, 令他反而覺得, 有種說不出來這麼內疚。 因為這兩個月, 他沒有學連城碧, 這麼掛念對方。 他雖然, 沒有真的做出對不起連城碧的事, 但是怎麼說, 還是對不起連城碧君。 他本來只是覺得, 跌了先十一涵。 現在, 他才發現, 跌連城碧的也有很多。 還是他一生一世都報答不明。 這種感覺, 就像一把刀一樣, 將他的心分割成兩邊。 他簡直不知道應該怎麼算好。 連城碧, 看著他, 似乎也很感動。 這次, 是他的妻子第一次在他面前真情流露, 哭得這麼淒涼。 一時之間, 他竟然不知道怎麼去安慰自己的妻子。 因為連城碧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妻子心裡頭那麼痛。 他還突然之間, 發覺他們兩夫妻的距離, 竟然是那麼遠。 也不知道過了多久, 連城碧才慢慢站起來, 慢慢伸出手, 很溫柔地去撫摸她妻子的頭髮。 你累了, 先休息一下。 有什麼事, 等明天再說。 沈碧君, 大概是哭得很累。 伏在桌上似乎睡著了。 其實, 她是聽到她丈夫, 輕輕走出去, 輕輕關門, 也感覺到她丈夫, 用手輕輕摸摸她的頭髮。 所有的動作, 都是這麼溫柔, 這麼體貼的。 但是她的內心, 真是疑得丈夫對她粗暴一次, 這樣扯著她的頭髮, 將她整個扯著身, 然後出力, 揽著她實實。 不過, 她的心, 雖然有些失望, 但是也很感驚。 因為她知道, 連成的以前就是這麼溫柔, 現在也是這麼溫柔, 將來必定同樣是這麼溫柔, 絕對不會傷害自己, 絕對不會勉強自己。 那麼哭了爛餐, 她的心, 反而覺得好瘦一點。 心想, 哎, 以前的事都過去了。 只要可以洗清消十一郎的冤枉, 令到她可以重新做人, 就算是對她有些報答。 那麼從今以後, 我就可以全心全意, 做連成的忠實的妻子。 我要盡我所有的努力, 令她快樂。 那麼一個人, 拿決心之後呢, 就會覺得平靜些了。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她的眼淚又像大聲地流出來。 好了, 我們說說連成的。 連成的走出門口, 採石級那裡, 覺得一陣陣涼意就傳上來, 涼到她入心。 她在心裡想, 沈碧君怎麼會遇到蕭十一郎呢? 為什麼要跟蕭十一郎每天在一起呢? 這兩個月來, 她們做了什麼事情, 為什麼她一直到今天才回來呢? 這些問題, 就好像一條毒蛇咬她的心一樣。 她如果將這些話問出來, 問清楚反而更好些。 但是她又是個有例的君子, 人家不說的話, 她絕對不會追問。 但是, 我雖然不問她, 她自己都應該說我聽, 她為什麼不說呢? 她究竟還隱瞞了什麼呢? 連成的盡量讓自己的心坦然些, 去信任自己的妻子, 但是不行。 她的心永遠都不像她表面那麼平靜。 她剛才看到那個妻子一提到蕭十一郎這個名字的時候, 那種表情, 看到她那種痛苦和傷心法。 連成的突然之間覺得蕭十一郎跟她自己的妻子之間那種距離, 還可能近過自己。 於是連成的第一次覺得自己對妻子完全不了解。 完全是因為自己沒有機會去了解她, 還是因為她根本沒有機會給自己了解她呢? 這時候, 趙毛極, 那些公子還沒睡? 他們本來是兄弟相親, 現在趙毛極, 突然叫她做公子, 一個人只有對另一個人起了戒心的時候, 才會變得特別客氣。 連成的, 只是小少說, 她說, 啊, 你們都還沒睡。 噢, 我們, 我們還有些事, 想說出題一下。 連成的, 慢慢立了兩下頭, 她說, 我知道。 呃, 連公子都知道我們要去做什麼了。 我不知道。 那有些事, 連公子的確是不知好過知。 然後, 外面隱隱約約有馬蹄聲傳來, 原來他們早就已經叫人避好馬了。 海寧子突然說, 連公子想不想跟他們一起去? 噢, 有些事, 我還是不去好。 於是, 那四個人就走了。 這四個人, 都是武林中的頂級高手, 做事都無聲無聲的。 但是馬又不同, 有馬蹄聲的。 那很遠就可以聽得到的了。 所以, 他們出門之後, 鑽著馬就慢慢走一陣, 然後才齊齊上馬。 那這四個人為什麼這麼神秘, 這麼匆忙呢? 東上房的燈還在亮著。 連城壁又靜靜地坐了一輪, 似乎是等自己平靜一點, 然後才進去。 那門就打開了。 師徒忠平這陣子正在家裡洗手。 他洗完一次又一次, 洗得很仔細, 好像他的手上 黏了些永遠都洗不掉的血聲那樣。 亦都可能, 他是要洗的, 不是手, 是他的心。 連城壁站在門外面, 靜靜地看著他。 師徒忠平沒有轉頭, 突然他問說, 你見到他們出去了。 嗯, 你當然知道, 他們出去做什麼了。 連城壁沒有出聲, 似乎是不想回答這句話。 師徒忠平, 嘆了一口氣, 他說, 唉, 你都不知道, 無論蕭十一郎是個怎樣的人, 他們都絕對不會放過他。 蕭十一郎不死, 他們怕連教都睡不著。 那你呢? 我? 若不是你問出蕭十一郎的行蹤, 他們又怎麼找得到呢? 師徒忠平洗手的動作突然停不住, 停在半空中。 過了很久了, 他才從木架上拿出手巾下來, 慢慢地抹著手, 他說, 但是, 我沒有對他們說什麼。 當然, 你還需要再說到明, 因為你在探問的時候, 都已經故意留下了荔江, 已經足夠了。 你當然知道荔江和蕭十一郎之間的仇恨, 我, 都沒有跟他們說過。 身為七家標局的總標頭, 做事當然要特別謹慎些, 不可以輕舉妄動。 但是, 殺蕭十一郎, 是為江湖除害, 不只不見得人的事, 而且, 很光彩天賊。 這樣, 可能是因為, 你不想得罪沈碧君。 可能是怕日後有人發現荔江十一郎, 真是含冤死了 所以宁愿自身事外 都不愿意去分享这份光彩 诗图送丢头的 尹如泰山的称号 真是名下无虚 这样来的 你明知我正说 是特意打探 萧十一郎行踪 明知他们要去做什么 你还是没有阻止 现在都要来怪我 唉 你虽然没有跟他们去 也只不过因为 知道萧十一郎 已经赢了 他们一定不搞得定 其实这个心 又何尚不想将萧十一郎 置于死地 而且 你的理由 比我充足得多 说到这里 司徒宗平那块面突然变了 连成碧也很自然地 他突然转回头看一看 马上 他就发现 沈碧军不知何时走过来 沈碧军整身都震了 眼泪就发声流下来 连成碧场 弹一声 他说 唉 这本人睡了才是 你别碰我 我今天才知道 原来你们的英文是这样的 你们的所谓郡子是这样的 说完 他转身就冲了出去 好了各位 花开两朵就告表一枝 我们讲讲萧十一郎 唉 他真的是醉了 那真的是醉了 既不痛苦 亦都不愉快 既没有过去 亦都没有将来 甚至连现在都没有 因为老经义是一片以空达熟 真的醉了 既不会想到别人 亦都不会想到自己 甚至连自己所做的事 都好像是人被做的一样 完全不关自己的事 那一个人醉了所做的事 一定是他平生最想做 又不敢去做的事 他做这件事 一定是为了一个人 这个人一定是令他 黑骨灵心 永世难忘的 就算他的腦成一片空达 就算他经意醉死 这个人 仍然在他的心底 仍然在他的骨髓里头 和他的灵魂已经糾纏成一片了 他会不顾一切地去做这件事 但是他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他的心已经被那人拎住了 只有真正醉过的人 才可以了解这种感觉 那么小十一郎 醉了之后是怎样呢 他突然之间跳起来 冲到柜台旁边 握手执着掌轨去依侵 他说 拿起来 掌轨走不掉 吓得面都青了 拿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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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钗 过着金钗 那么清醒的人 最怕喝醉的人 超十一郎 一手抢上金钗 撒一下撒一下 走了几步 然后拍声一下 就打起来 居然 就没有起来 一在地上反反复复 就说着沈碧君的名字 因为沈碧君这个人 不是在路里面 而是在他的骨髓里边 在血泳里边 在他的心底里头 已经跟他的灵魂 连在一起 那个掌轨 就知道 心想 这个一男一女 本来很相襯 又很相爱 为什么要分手呢 笑十一郎 呆了 说得几说 突然 他趴在地上 竟然大声哭起来 哭得整个小孩 哭得掌轨 心中 心想 那姑娘 如果见到他家的样子 他就不会忍心离开他 幸好自己这世人都没有为情所困 没有为情串动 但他不知道没有经过这种情感的人 人生中就难免有一片空白 这片空白 正是所有其他任何事都缠闷 那是 道士不相思 相思令人老 几番相思量 还事相思好 这阵子 门外传来马提声 很快退 吞啪吞 三下响声 三面的窗门都被人踢碎了 有三个人跳进来 有一个站在门口 握着一把寒气壁人的长剑 连壁都撤起来 他就是海南第一高手 海灵子 笑十一郎 似乎仍然有一点感觉都没有 仍然躲在地上 痴痴呆呆呆呆 看着手上那只金钗 带着沈碧军的名字 唉 他真是对了 今天从左面窗口跳进来 就照目极了 他见到这样的情形 就笑着说 哼哼 想不到 杀人员 曹十一郎 居然还是个多情种 麗光冷笑一声 难怪沈碧军要为他变白 原来两个都惊议 咦 沈碧军什么有人说沈碧军 赵十一郎突然掌握着麗光 其实他可能什么都见不到 不过对眼很多人惊讶 麗光无情八字打了个刀吞 海灵只有渴话 别等他清醒了 快点出手 学生之中 他手中的长剑 竟然要化为闪电 向着萧十一郎的喉咙 一旦刺过去 萧十一郎可能不知道这一剑是拿他命的 但是二十年来他还没放下过武功 那些功夫是随手可以来的 他随手一响而已 叮一声 他手上那些金钗又这么巧 就撥到海灵子的剑锋 这个明洋天下的海南第一剑客 竟然被他一只小小的金钗震到整个刀吞两步 觉得把剑几乎握不住 照无极见到这样 他不懂得变成 他自从接掌先天无极的门户之后 武功虽然没有什么进步 但是气派大了不少 无论去到哪里 都没人见过他带过兵器的了 但是这阵子 他立刻在腰间拔出了一把金钢的弱箭 斜斜地画了鱼圈 不单身发手势 连气度都很松荣瀟灑 那么先天无极门的武功 最讲究的就是 以静制动以日代劳 以手为功 以快打慢 他就占一出手 听到啪声一下 一只寒天筒已经抢在他前面 向着小十一郎脊椎下面的冲海月打过去 那么陶笑天个人 看来虽然是土头土老 甚至有些老太龙忠 但是出手真是又狠又准又快 赵武极似着身份 故作松荣 出手一向就很知整 但是见到陶笑天这一招出手这么快 如果得手的 那么萧十一郎必定就血流不止 杀死无疑 那边海灵寺 还未透顺着气 又似西箭托上去 海南剑法 向来就以身压建墙 海南门下的剑法 不出手就由自可 出手都是老命的杀手 那么萧十一郎自从出道以来都未曾输过 无论谁杀了他 都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没名的人立刻就会成名 有名的人 明星会更加响 所以这三个人都争取出手 害怕被人抢了这份光彩 好了各位 究竟萧十一郎的性命如何呢 想知道的朋友明天记住收听